我现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 刚在旁边吃完晚饭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了 我准备沿着南京路步行街 一直走 沿着这条街一直走 走到外滩那边 带大家逛逛 步行街 这边是儿童的购物中心 快过年了 看外面布置的特别漂亮 米老鼠 功夫熊猫 唐老鸭 齐聚一堂 这儿有一棵大树 我现在加快脚步 快点走 旁边是上海时装的店 总店 前面就是最大的苹果 还有华为 三星 三家齐聚一堂 这条街布置的特别漂亮 看这边都是羊旁 看到了步行街上最大的 这是苹果店 旁边是三星店 后面就是华为店 看三家紧挨着 然后斜对面 那边是一个百货 都在这条街上了 都在这条街上了 看这个时候 已经快到十点了 店里还有很多人 然后再看看三星店 对面是三星店 三星店的流量 人流量就比较少了 然后再看一下 斜对面的华为店 华为店门口有汽车 智能汽车 在门口看一下 华为店 快晚上十点了 人气指数还挺高的 在门口看一下吧 智能汽车 哇 络绎不绝的 对面真的是一个百货公司 继续往前走 看到和平饭店了 马上到外滩 现在已经到达了和平饭店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看这边 接近黄浦江江口的位置 风特别大 到了晚上 现在上海的气温 也就三四度左右的样子 东方明珠 已经看到了 从这边过红一灯 过马路 哇 夜晚的普通 这么漂亮 五彩缤纷的 我从这边过马路 去江边了 再看这周围 哇 这地面都有灯 看这边的墙壁上 是2022主题的 近距离看看这个背景墙 原来上面贴的都是花啊 哇 这个花太漂亮了 有荷花 黄花 彩花 各种各样 而且这个蝴蝶会飞的 动态的 太智能了 然后看我斜对面 就是各大银行 有的是旧址 有的是新址 这边就是外滩观光隧道 我记得票价是50块钱 上次坐过一回 现在准备上台阶 上来了 现在的时间 这边有个钟 正好显示的是 晚上的10点钟 从这给大家环视一周 看那边 金黄色的灯光 这边有油轮 夜晚的油浆轮 应该是100多块钱的票价吧 现在站在中间 看看对岸 浦东新区陆家嘴 哇 这是我见过的 最精彩的灯光秀了 简直是太漂亮了 再看一下这个方向 设计文化 这边还有字呢 然后看我身后 金光闪闪的 这绿色的如同翡翠 这就是上海外滩 最繁华的景象了 对岸 不论 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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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